设立福尊者得聪明励志的姻缘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昔日 佛陀的弟子设立福出家不久 就漏尽烦恼 正的阿罗汉国 朱比丘们都感到不解与好奇 便请教世尊 设立福在过去是做了什么 而感得这是聪明励志 正的无疑获至的果报 佛陀告诉比丘们 过去是所造作的善恶业 果报都会回到自身 现在我就为你们宣说 设立子前是所做的种种 以及如是因 如是果的道理 过去在一处村落 有位婆罗门 娶妻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 没几年又生了一个女儿 这对兄妹日渐长大 父母生病 都往生了 那时兄长因为遭遇父母散亡 想要前往山林隐居 便带着妹妹一起住到山林里 以采石花果为生 比丘们 大黑蛇有五种过患 一者多称 二者多恨 三者作恶 四者无恩 五者力毒 一般女子也有这五种过患 一者多称 二者多恨 三者作恶 四者无恩 五者力毒 为什么说女子力毒 因为女子多怀有贪爱之心 如那位妹妹长大成人后 贪爱五欲的心见胜 便对兄长说 我现在不能只靠着吃花果为生 我想到人们居住的地方 祈求饮食 爱护妹妹的兄长 只好带着妹妹走出山林 到一户婆罗门家起时 兄妹俩齐声叫喚 乌柱英声出来 看见他们就问道 隐居的人也有妻子吗 兄长回答 她不是我的妻子 是我的妹妹婆罗门 又问 你的妹妹已许配给人了吗 兄长说 没有婆罗门就说 既然如此 何不将你的妹妹许配给我 兄长回答 我们已远离贪爱的染法 妹妹贪爱五欲 马上对兄长说 难道要我一直在山林里 只使用花果维持生命吗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生活 你将我许配给这位婆罗门吧 希望哥哥也离开山林 在人群中生活 兄长告诉妹妹 我实在不想将你嫁给婆罗门 不过既然你有了贪爱世俗的心念 就依你所愿吧 婆罗门知道了妹妹的心意 将她带入家中会见宗亲 娶为妻子 并对兄长说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住 我另外为你准备一个房间 兄长说 我不求五欲之恶 只好恶出家修行 妹妹说 希望哥哥答应我一个要求 才能随你的意愿 兄长问 什么样的要求 妹妹说 如果你挣得胜果 一定要回来看我 兄长说 好的 我会满你所愿 即便离去 找到了一位隐士 随他出家 兄长由于过去素食的上根深厚 无师自悟三十七柱道品 儿正的独角 心想 我曾答应妹妹 成道正果后要去见她 现在应当前往随即以神通力 来到妹妹的住所 飞上虚空 展现神通 上身出火 脚下出水 千变万化 然后从虚空纵身而下 妹妹见到兄长所展现的神通 立刻扶得顶礼说 哥哥虽然以证得如此殊妙胜德 不过仍然需要靠饮食滋养色身 我想供养你以赔福 希望你住在这儿 兄长对妹妹说 你不该自作主张 应当询问丈夫的意见 妹妹即刻入内告诉丈夫 我哥哥出家 以证得无上妙果 世间第一 如果你答应的话 我想供养哥哥三个月的饮食 丈夫回答 你的哥哥就算不出家 我也愿意供给他的生活 更何况他已出家 又是正的殊胜国位的圣人 就随你所愿 供养他三个月 三个月中 妹妹以种种上妙饮食供给兄长 很快的 三个月就满了 他又供养兄长上等的白瞻 刀子集针 兄长便以刀子割结白瞻 刀子非常锐利 迅速才割了白瞻 妹妹看见 念常规发愿 愿我的根性有如此刀 思考迅速猛力 乃至未来季 能成就敏锐的智慧 兄长又继续逢刺白瞻 由于他善用针弦 逢刺无碍 妹妹见后更发愿 愿我从今起 乃至未来 智慧犹如此真 通达无碍 佛陀告诉比丘们 那位婆罗门的妻子 就是设立福的前身 由于他过去恭敬地 供养独绝圣人刀子 针以及白瞻等 又广发誓愿 因此能在今世获得智慧第一 比丘们 作恶必有恶报 行善必被善报 这因果的道理 你们应当信受奉行 典故斋字根本说一切有不疲 耐耶出家事卷二 省思 晶云 知如是因 感如是果 因果是一种真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都是因缘果报的呈现 所以人的一生 或成功 失败 或富贵 贫贱 绝非偶然 佛法的因缘果报之理 并不是听天由命 而是要我们建立正确的知见 正是因果 深信因果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如此即使遭遇不如意 也不会埋怨 烦恼 获得圣报荣誉等事 也不会心生骄慢 积极地从因上努力 修一切善法 与解脱道中精进努力 必能得到解脱的果报